德国轻训教练的工资是普通人的5到10倍 再想想中国轻训教练5000到8000元的工资 实在没眼看 想一想 要是中国队能杀进欧洲杯8强 这得是什么滋味 国家队的成绩是最终的结果 国家队不是事情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足球篮球以前的成绩还不错 现在却跌成这个样子 说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足球强国 其实都不是幅渊辽阔的大国 面积很大的国家足球水平 其实都不突出 像中国美国印度水平都那样 为什么国家小一些 容易练出强大的足球呢 是因为经常可以组织区域性对抗 又不用把小球员搞得那么疲劳 就算英格兰意大利这种 我们看来不怎么大的国家 青少年和义饼还尽量分区比赛 业余俱乐部对抗时 车程保证在一到两小时范围内 争取当天去当天回 不用把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坐车上 一两小时车程对中国太奢侈了 放在过去 也就够邵阳开车到楼底去比赛 就算现在有高铁 下了高铁站还得转一次车 我们邵阳的球队想去挑一挑长沙的 加上转车时间还是得四五个小时 小球员会搞得疲劳不堪 所以最好能把一个省分成几个小区域 让小区域的青少年多对抗 让他们从小就经历世间的毒打 体验成长的压力和快乐 那有人可能会反对这个观点 说巴西呢 人家巴西那么大 一个州也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 怎么人家就搞得那么好呢 哥哥呀 巴西人其实也心离谱 他们连全国联赛都是花了近五十年 到二十一世纪才搞定的 他们主力还是在沿海各州 靠州联赛吃饭的 小区域对抗才是他们人才鼎盛的基础 我们看世界各个足球强国是怎么起来的 很快就知道足球发展的主脉络在哪里 德国二战打完后 足协教练主管赫尔贝加的计划是 先培养一百名优秀教练 每一人再教一百人 培养出一万名教练 十年后 联邦德国拿下1954年瑞士世界杯冠军 发展到现在 德国把德国足协完成 全世界最大的单向体育运动协会 旗下有24481个俱乐部 14.5万个球队 717万注册球员 但这717万注册球员里 只有1500人最后靠这行吃饭 这1500人真是万里挑一的精英了 所以中国怎么可能 踢得过人家德国呢 你要踢得过他们 德国的教练们不得集体活活气死 对了 德国清训教练的工资 是普通人的5到10倍 再想想中国清训教练 5000到8000元的工资 实在没眼看 所以才会发生清训教练 想办法向球员所会的事情 在一个小的国家举例 看看冰岛足球是怎么强大起来的 这个国家的案例更具有代表性 冰岛就有33万人口 踢不过人家也正常吗 这么点人 个个都要上班 天气又冷 国内没几块足球场 搓一支球队出来都难 大家都表示理解 但是冰岛足球队发奋图强 2000年开始在全国建了9个大型室内足球馆 每个学校村庄也开建足球场 到2015年 一共建了179个标准足球场和128个小型足球场 还全部免费 而且从2000年开始 冰岛跟疯了一样培养出600名专业足球教练 其中400人拥有欧足联B级教练证书 相当于每100个适龄男青年 就有一个对应的专业教练 加上地方小 经常可以拉在一起搞对抗 水平就蹭蹭蹭地升上来了 到了2016年欧洲杯 冰岛队就开始出成绩了 小组赛两平一胜 八分之一决赛干掉了英格兰 成功杀进了八强 想一想 要是中国队能杀进欧洲杯八强 这得是什么滋味 但人家冰岛人愣是只花了16年 所以你看 只要扎扎实实从根源开始搞 是可以把足球搞起来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在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体育细分行业里 足球必须从娃娃抓起 要有大量业余底层俱乐部 加青少年联赛 加小区激烈对抗 加大量基层优秀教练员 然后才能撑起一个优秀的成年顶层联赛 和一个优秀的国家队 国家队的成绩是最终的结果 国家队不是事情的原因 那为什么底子这么差 中超联赛过去几年办得还挺热闹 甚至拿过亚军 这个问题相对简单 中超前些年看起来红火是因为利益 许多公司去搞中超联赛 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足球 因为在中国搞足球俱乐部都是亏损的 中国足球俱乐部那点可怜的收入 根本不够投入成本赛亚份 可是人家资本家贼精 怎么会干赔本的买卖呢 这个跟开五星级酒店是一个道理 我平时爱摸索商业模式 发现中国大部分五星级酒店是不赚钱的 投入一百亿建成的酒店 一年盈利最多一亿 投入产出比太低 而且大多还是亏损的 邵阳的五星级酒店建得极好 成本那么高 根本没几个客人 算来算去都亏得厉害 不知道他们怎么维持的 算是门很糟糕的生意 我感觉这里头一定有玄机 直到后来我了解到 五星级酒店其实算是基建的一部分 你如果建了五星酒店 当地政府会想办法在土地 或其他地方给你补回来 让你从其他地方挣钱 中国足球俱乐部也是一个意思 老板们投足球主要是为了从地方政府拿地 金融等地方挣钱 他们其实治不在足球 所以你让他花十年时间好好建清训体系 他哪有这个心思 五年以后我都不知道在哪呢 我神经病呀 投这么多钱建清训体系 如果上头非要我建梯队 那我就马马虎虎建一个应付检查 反正十年培养人才计划 这种耗钱耗精力的事 我们干不来 所以李皮执教国足的第一年 他就反映中国职业俱乐部 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梯队建设 这都多少年了 某位体育界资深人士告诉我 像江苏苏宁成绩很好时 江苏省体校直接把梯队给了苏宁 然后苏宁直接把它解散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件事 中国足球俱乐部特别喜欢财大气粗 砸外援 却不培养本土青年球员 一是因为这样容易出成绩 拿钱可以迅速砸一个亚冠出来 能获得上头的肯定 二是在外围市场直接买 大额交易能产生巨量的金钱流动 这个环节里的每一个人 从总经理 翻译 经纪人 教练 都渴望从中吃回扣 既然在中国 俱乐部出于他的特殊动机 建不好轻讯梯队 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南美 欧洲 以及后进榜样日本 建起自己底层的大量业余俱乐部呢 让中国球员打小 就把水平提升到75到80分 然后再到联赛中保持高水平 也出几个85到90分的球星呢 这个问题就要复杂很多了 它牵涉到的经济链更多 如果拿日本 德国做对比 是我们却大量培训好的优秀教练 也留不住这些人 在岗位上奋斗几十年 没有形成一个足球市场 如果拿南美国家做对比 是我们缺少大量义工 南美很多家长是 业余俱乐部的免费义工 他们自己玩得开心 也拉孩子一起玩 经常能在球场玩一个通宵 这两点在中国都比较难实现 培训大量优秀的足球教练 需要制定一个长远的十年规划 这也需要行政的力量 培训完了 还得不让这些人轻易改行 而缺少义工 其实是中国的家长特别忙 忙得跟欧洲人 日本人 南美人 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中国现在是世界增长 最快的经济体 大家都必须在经济上 快速跟上大部队 都在发很挣钱 因为现在要是实现不了阶层跨越 后面几代人要实现 难度会增加好几倍 各个都在玩命挣钱 哪里有空去足球场做义工 所以我们可以对比 要么是发达国家 工资福利十分完善 要么是经济已经躺平 常常被美国收割的南美国家 这些国家的底层 业余俱乐部十分完善 而且这种俱乐部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 特殊的历史阶段 许多人刚从农村 成为城市市民 大量优质青年 还在抢占互联网 金融等新兴岗位 都在置办人生中 第一辆车 第一套房 参加足球基层项目 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暂时还轮不到足球来抢时间 我倒是觉得 如果中国哪天经济减缓了 或者成为发达国家 足球反而会比现在要好许多 大家可能忍不住问 那为什么中国足球篮球 以前的成绩还不错 现在却跌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以前是举国体制 这个体制在我印象中 被骂了几十年 产生过不少弊端 说是劳民伤财之类 是过去的错误方式 但其实举国体制 也有他优秀的一面 过去的好球员 其实是从体效 一层层选拔上来 在关起门猛练 狠练出来的 2002年 那一波球员 其实是举国体制 练出来的球员 最后的表演 那一波结束以后 球员水平就越来越差了 是因为旧的体制 被掀翻了 但新的体制 并没有建立 没有建立起南美 欧洲这种 至下而上的基础人群 所以20年来 越踢越差 越踢越拉宽 没有建立新的体制 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错 而是中国处在的 时代阶段决定的 我们看到一些小国 经常也能虐虐中国男族 比如卡塔尔越南 其实他们就是 拿着一点微薄的资金 拉起一支队伍 政府出面 建立清寻中心 时间一长 就出场景了 而中国这边的小孩 没有政府组织后 在青少年时期 接受了较贵又错误的指导 技术成型后 就玩不过人家 打小专业指导了 有点像是人家 在用我们不用的举国体制 打我们没成型的 不健康的市场体制 当然因为这种国家 也缺少南美的 底层运作系统 最多也只能 欺负一下中国 再前进一步 就十分困难了 通常我们低利的 清训足球人口 只是凑数罢了 圈子里某位大佬 叹着气 这样对我说 其实凡是 深度竞争的领域 中国体育界 都遇到了 跟足球一样的问题 比如中国的篮球排球 其实成绩是 越来越差的 只有女排中间 被郎平救起来过 那还是因为 世界女排竞争 没那么激烈的结果 郎平及时拯救了一群 十几岁的小姑娘 通过大量苦练 追上来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中国三大球 不论男女项目 都是因为从旧体制 转向新体制时 新体制没有建立好 而发生滑坡 这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趋势 以前的中国女族 2002年那一代的 中国男族 以前的姚明 王志志 李娜 其实都是从旧体制 练出来的 他们是旧体制的受益人 现在新体制没建好 加上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 所以三大球越来越差 那些看起来 活活红红的联赛 掩饰不了这种 全球激烈对抗的项目 我们在底层建设的失败 最后 给中国足球提一些建议吧 一 向德国和冰岛学习 建立一套足球教练培养体系 争取在每座重点城市 有几千人的 专业教练队伍 二 通过市场化运作 保证这些教练 都活得下来 留得下来 还有一定的薪水上升空间 三 不用想着全国都搞好足球 就划出一两个重点省出来 在这些省将教练下放 将这些省划分出不同的小区域 每个小区域展开激烈的青少年联赛 如果可以 最好能像德国那样建立清训中心 足协清训点 俱乐部合作学校三套班子 从中选拔优秀人才 四 选一个任期较长的领导 布局十年左右 要有耐心去做这件事 如果实在不行 那就搞以前的那套清训体系也可以 当然了 其实足球说穿了 就是一项体育娱乐项目 本质上也没那么重要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那样 挣钱养家 其实比体育比赛 有技术含量多了 也更有现实意义 现在我们国家重点在搞 航空航天 一带一路 全民富裕这些 真的跟足球比起来 足球太微不足道了 你球踢得再好 在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差距面前 根本没有抬头说话的机会 如果可以用足球成绩 换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我相信巴西贫民库里的人 一定举双手赞成 我们有更宽广的星辰大海 体育娱乐圈的事 可以放在后面慢慢来 按现在这种情况 中国足球可能还会在 第五徘徊一阵子 但没关系 种一棵树最好的机会 是在十年前 第二好的机会 就是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